高速智能民英国竟不收留。果然举美国旗才是正确,美国打折。 网Saber Monday购物神价直播 近日,英国内政大臣宇宇 外想就是否给予持有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护照的香港人入境 已是,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 这场冲突也让乱港人士高度关注 并且 让他们心急如焚 期间竟还有人发出了香港难民这么高素质都不要 的感叹 据香港新闻网报道 英国当年归还香港的时候埋了狠 多雷 其中一个叫BNO护照 一些持有BNO护照的乱港分子 认为有了他就等于有了一张免死金牌 有了最后的政治依靠 不过,与某些英国政客时不时跳出来坚定支持香港暴徒不同 英国官方对BNO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 这些年乱港分子的心情 则可以用一句歌词来总结 那就是让我欢喜让我悠 日前,英 国内政大臣与外相就BNO提开战 英国媒体的报道称 内政大 臣认为持有BNO的人士可享有入境权 并且要改变现行的做法并不困难,不需要立法 外交大臣则认为此举会惹怒中国,并且还设 即违反一国两制的框架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事后一直报道不实 强调所有决定要根据首相的指示 然而英国首相的指示还未到乱港分子先炸锅了 有人直接骂英国为废国,嘲笑英国是日落帝国 有人人肉聊一下持反对意见的英国外交大臣的家族 历史 Sum my video 最 让人可笑的是,期间有人感叹 香港难民这么高素质都不要 看来举美国歧视正确的 还有人借机认真的讨论英国对香港的 历史责任问题 Sum my video Cli To my original image Sum my To my original image Click to my original image 内地网友得知此消息后,则强烈希望英国接受香港难民 纷纷讽刺这些乱港分子奴乡识族,丑态百出 这么优秀的香港 人,不正是英国急需的人才吗? 这条美丽的风景线 他们还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他还表示身为中国人,这样去乞讨外国的干预,我觉得是非常令 人不齿的,绝对不是什么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 这是姚伟起怜 引狼入室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也曾明确表示 但是,这种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为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不齿 这些民族败类和香港罪人将永远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我们也要再次问问英国内政大臣修理运动远在数千公里以外的中国乡 刚发声,英国何德何能对中国内政指指点点 我外交部曾多次公开表 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个人都无权干预 英方对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责任 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盘 参加郡的曹市福 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